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如何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免费call-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in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县荣老师 待会都会亲自来帮大家 还在下节目之后 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昨天有位张小姐来电咨询 问到一档股票 大家应该蛮熟悉 常常听到我在讲的康普 那他买的价位比较高一点 买在129块 现在套牢了 所以你就会体会到 县荣老师为什么再三强调 你买股票 不是说买到这个 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就好 你在哪一个位置买着 县荣老师四十几块 告诉大家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来 当时我们会员买 随便买随便赚 那等到涨到100多 一堆头顾老师看到康普 哇 涨得好凶哦 都觉得很好 这时候才来追 可能张小姐也是听到 那么多头顾老师在推荐 所以才会买在129块 那结果现在套牢了 怎么办呢 先来继续看下去 当然他的产品 电动车的电池材料 基本面我就不用多聊 第三季公布出来 EPS1.56 年增247% 季增44% 真的是大幅度成长 证明县荣老师当时会推荐他 有我的理由存在 对不对 证明真的 基本面是大幅度的一个成长上来的股票 那前三季的获利也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关键在哪里 在季报利多公布之前 我们常常说技术面会领先消息面 对不对 当利多消息出来之前 股价早就从四十几块 涨到一百多了 这时候涨了一大波之后 注意到 10月3号 10月5号 两个交易日 两天成交量就爆出了4.9万张 那他的股本多少 7.2亿 代表7万2千张 所有的股票总共就7万2千张而已 结果成交量两天就4.9万张 这代表周转率已经60% 68-69%了 两天而已 三分之二的股东就换人了 谁在卖 要去去想 谁在卖 看底下这是现隆老师操盘 都会去观察到大户库存的状况 之前我四十几块买 是发现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来 股价在渐龙在天的阶段买 现在大户其实到了这里的时候 你就看到已经持续在卖操了 已经大户持续在出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结构上面来看的话 目前大户还没有正式翻多 结构上面来看也还没有转强 我认为它仍然还在抗荣有回的阶段 所以张小姐现在套牢在这里 千万不要再摊平 如果说有反弹上来 还是应该要去找机会来做 找卖点会比较适合 那当然如果说哪一天拉回来 技术面再度有转强讯号出现 跌多一点之后 现隆老师会再通知大家买进的话 我们再来一起买 你现在不要自己去乱买 有机会弹上来找卖点会比较适合 这是给张小姐的一个操作建议 好那回来继续看大盘指数的部分 这一波行情这个礼拜很多人吓坏了 怎么突然将大盘急杀下来兵荒马乱 其实这个部分你就会看到现隆老师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再三的叮咛大家 当指数创下10882高点 消息面美股三大指数在创新高 LED说整体走出谷底 细晶元需求很强劲 就连金融股 银行买股票都说 今年赚的时候至少30% 利多频传的时候 我说这地方要小心了 K线价量 还有包括领头羊电子指数都告诉我 大盘离高点已经不远了 盛防10882是个假突破的可能性 所以那时候都已经开始建议我的会员朋友 这是11月23号 指数那天拉高涨31点 来到10584创下收盘新高 还能追吗 我说这里已经不能再乱买了 指数虽然正式的发 看起来好像正式要发动攻势 仍然要步步为营 最大量的地方未必是最高点 可是距离高点已经不远 千万不要在这里再乱追高 乱抢乱买一堆股票 提防假突破 操作要停看听 那包括了 这是在上个礼拜五 11月24号 那我也都提醒投资朋友 一定要去注意风险 风险意识不能少 要做这个地方避险动作 你说怎么避险 如果持股比率偏高的 当然股票这地方先卖一卖 降低持股比重 多抱一点现金在手上 行情跌下来 人气我取的时候 低点到的时候 你才能够买嘛 你不要总是拉回找买点 高档没有卖 你拉回怎么买 对不对 那说舍不得卖股票怎么办 那一天 11月24号 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 都提醒大家 那不然你注意这个好了 这叫做T50返利 反向ETF 就是当指数在涨的时候 他就跌跌跌跌跌跌 但是当大盘涨到这个地方 外资都已经开始 有加大避险动作了 我说你去买这个 也可以避险啦 对不对 那结果各位投资朋友 来看一下好了 当大盘指数 这波这样狂杀下来 如果你去买这个东西 叫做T50返利 这几天也不错啊 至少也涨上来了 虽然涨不多 至少不无小补啦 多多少少补一点 好 那包括我们会员朋友的部分 这个礼拜一 也都已经正式的 那时候指数还在105 750的高点 10800附近 我都说这个地方 回危两年之后 空军再度起飞 两年前指数在 10014高点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开始建立空单部位之后 大盘后来跌到10年线 我说现在再度出现 大盘中期回档的风险 我们也再度的建议会员朋友 开始建立空单的部位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大盘指数 这一波的下跌 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个好的操盘团队 来帮助你 是真的可以避开将大盘下杀风险 然后等行情真的有这个 可以减便宜的时候 全力再来拼大的 这就是现龙老师的使命跟责任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大盘跌到这个地方 今天早盘美国股市上涨 一度涨62点之后突然又急杀 变成跌65点 跌了65点下去 看起来一阵兵盆麻乱之后 又开始涨上来了 到底这个大盘跌够了没有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 其实在昨天台股盘后报告的时候 就有提醒过大家 那指数在昨天一根长黑跌 153点下来之后 美国科技股的重挫 台北股市沙盘取量 跌下来 接下来碰到这一条叫半年线 根据经验 利空出来美股大跌 沙盘取量之后 接下来碰到半年线小破一下 这都会有机会怎样 先做一个反弹 这是昨天盘后就已经提醒过大家 那今天早盘指数先杀 破了一次半年线 来看一下半年线目前的位置在哪里 半年线目前的位置在10534 那早盘杀到最低多少 10495还破了半年线 目前是不是这样 反弹上来了 所以指数的部分 目前都还符合我们技术分析的规划 这个地方先做一个反弹 那也包括我们的一个 这个之前放空的股票来看的话 像是经典 礼拜一11月27号 那时候61块半附近建立空单的部位 那个地方开始空军起飞了 然后礼拜一当天就下杀了5% 礼拜二稍微谈一点点 礼拜三再跌3.8% 昨天重挫7.8%下来 那今天已经在这个地方 先建立货源朋友 指数跌到半年线了 空军起飞 这地方获利回补 把它坍起来 大概这个礼拜 短短4个交易日左右 赚了11% 我说过 做多我们大波段操作 越爆 爆越久赚越多 做空不一样 做空要讲求的是 快速的累积获利 一档一档给它赚下去 那4天 我们大概赚了一成多 这也不错啊 对不对 先放进口袋里来 如果每个礼拜都可以这样 一成一成一成累加下去 这也是很可观的获利的 那再来这地方 重点是 那反弹上来之后会来 会怎样呢 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昨天台北股市下沙 大家都说外资在卖 可是昨天是MSCI调整台股权重 那我问你 这次是调降还是调高啊 不是调降 如果MSCI调降台股权重 外资卖股票 那正常嘛 对不对 因为外资会跟着它做啊 那结果这次MSCI是调高台股权重 外资反而在大卖 这就问题就严重了 其实过去两年 MSCI调整台股权重 大部分都是调降调降调降 可是外资就是看好台湾的一个 股市的一个 这个多头的一个行情 所以管它MSCI一直在调降 就持续的买买买买买 买个不停 股市就这样涨了两年的时间上来了 那现在MSCI反而开始调高 台股权重的时候 外资开始大卖 卖的不只是股票 特别注意在指数部位 期货扣掉选择权之后 现在已经转为净空单 接近快1万口了 那这种状况出来 你要去思考 长线的外资大户 这地方已经开始翻空 因此如果说这个地方反弹 就很重要 如果说弹上来 融资能够大减个2 30亿以上 那这地方散户 吓到了股票赶快卖一卖 那行情可能会有机会 重挫沙盘取量之后 做一波反攻 那如果没有 万一融资 像昨天指数跌了153点 融资居然还增加 散户这波 吓得心 就是要做多买股票 那就要小心 大盘接下来还是有可能 再度的往下继续回挡 那谈起来就变成 要继续来做放空了 这一点提醒大家 尤其这波的行情 绝对不能够轻忽 大盘从去年2度来到 80年线7627的低点 那时候我说利空平传 大盘脱离底部区 对不对 进入出生段了 多头火速归队拼大的 到现在已经涨了21个月 这21个月我都没有 叫大家去放空过 可是在这个月看到 这个月应该讲上个月 大盘的融资 增加了82亿 再没加昨天 如果加进去是83亿 对不对 而融资余额呢 现在攀上了1740几亿的高峰 散户这个月在大满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月K线却是在爆一个巨量 2.8兆的巨量之后 出现乌云照顶的形态 那这代表什么 懂技术分析的也知道 这个地方都已经有转弱的危机 所以我会再三提醒大家 这里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亏微两年之后 空军再度起飞 加上月KD都高档下弯下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 那为什么要这样提醒你 先帮你把行情规划好 这就是做股票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不要永远只看到现在 大涨就要追 觉得行情很好 大涨才来大跌了才来乱卖 永远追高杀低 怎么赚得到钱 今天要想三步 你要先把未来的行情 都能够去清楚的规划 预测好 这样才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 那你说就是做不到啊 所以我说你不要再自己追高杀低 然后想说自己省了一点钱 结果赔掉的更多 那懂得运用专业的人才 帮你赚更多的钱回来 这样才能够成为有钱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需要我们 来加入宪荣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你看到我们是怎样帮大家 规划未来行情 做好正确的决策的 去年大盘跌到7600点 消息面利空一堆 跌到10年线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散户这里都不买股票了 散户这地方把股票卖出来之后 都在观望都在怀疑 我说技术面上来看 要进入初升段了 10年线附近拼大的 对不对 一拼拼了21个月上来 好那这地方我说 两年前10014高点 我当时预告大盘过热 台积电未过前高 大盘准备要回档了 大家都说还会涨到12682 我说不对 这次万点碰到 要把握那个放空的机会 对不对 预告会回到10年线 对不对 这样的操作才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那现在大盘再度的出现 中期回档的风险 睽違两年之后 空军再度起飞 如果认同现荣老师 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 空军召集令这地方 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 欢迎大家来加入现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现在加入甚至这地方 想把握赚钱机会 因为现荣老师之前做多都讲求大波段 所以从来不收短天期 这次为了能够让大家做空赚得快 快速的累积获利 特别开放一次短天期的体验班 空把空空作战计划 想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休息时间就欢迎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iaozi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粥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好大盤指數的部分 碰到半年線先反彈 但是提醒大家 中期回檔的趨勢 現在這地方 仍然這個危機繼續存在著 如果大盤這波回檔 又跌到10年線 該怎麼辦呢 要先去想一想 所以在這裡 風險意識不可以少 空軍我們再度的起飛 空軍召集令 歡迎大家好好把握 那這時候放空當然提醒大家 也不是隨便亂空 第一步一定要先去看懂股價的結構 處在哪一個位置 那我把股票的結構分成四種 潛榮勿用 建榮在田 非榮在田 跟抗榮有悔 那做多買股票的時候 我說你要去買什麼 建榮在田的股票 因為這種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 當產業在萌芽期 準備進入成長期 股價低檔 開始轉強的時候 你把握到那個上車機會 大波段操作 很容易賺得到大波段的可觀獲利 等到飛龍在田上去 人人在搶買的時候 你就只要牢牢抱住 當然不要得意忘形 樂觀勿忘神聖 飛龍在田過後 也距離抗榮有悔不遠了 所以這種股票 你做多當然就要買這種 你能夠去掌握到 尤其到了後段 越漲爆越久 你賺的速度越快 康普那時候46塊多買進 對不對 一漲上來哇一飆上去100多 做多賺得多嗎 對不對 看壘11塊多 當時我們推薦 飆上去20幾塊錢 對不對 美其馬40幾塊推薦 飆上去最高154塊半 那我們沒有賣在最高點 可是呢 這地方等頭部出來 我常常說做股票 你不用去想要賣最高 賣最高 賣最高的人這地方 其實想賣最高的人 其實40幾買了 50幾就覺得很高 60幾就覺得高了 70幾就覺得高了 早就把股票賣光了 怎麼可能賺到1.5倍 對不對 真正的高手就是這樣 見龍在天的時候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飛龍在天的時候 好好抱住 抗龍有回的時候 全數突清 獲利入貸 這樣才能夠賺到大波段的利潤 那這樣做多 可以賺到大錢 做空又不一樣了 因為做空是這樣子 股價夜跌的時候 它不可能跌超過100% 而且跌到後面 因為數字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你想要做空 賺到大波段 那就沒有必要 對不對 你應該是要快速的累積活力 一檔一檔的空下去 那要空 記得就是什麼 空在我所說的 抗龍有回的結構出來的時候 例如說 上個這個禮拜一 我們剛才講晶電 LED那時候利多頻傳 說它走出谷底 Mini LED前景說有多好 開始做夢了 那夢到這個地方 開始碰空過頭之後 利多出龍 高檔爆量 爆量不打緊 這地方周轉率 一天就15% 重點是K線 還留長長的上影線 還留收黑K 然後接下來 三天沒有能夠過高 確認大戶出貨 轉弱跡象出現 就是符合我說的 抗龍有回條件出來了 好 我們給它 怎樣 空軍起飛 那一天61塊半附近 給它空下去 對不對 好 收盤這地方 已經殺到58塊多 跌了5% 再來 這個禮拜三 又跌3.8% 昨天重挫7.8% 今天大盤指數 破半年限 一陣冰花滿亂 差不多了 空軍這地方起飛之後 現在獲利回補 彈起來 對不對 11% 短短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禮拜一空的 到今天 11% 一個禮拜而已 對不對 快速的累積獲率 下次有機會 我們空軍再起飛 你自己不要去亂空 那如果說能夠這樣 每個禮拜是這個 10% 10% 賺下去 那也是很可觀的獲利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再來當然 就繼續來做尋找 那例如說 這個禮拜三 我們也跟他講到 低潤股 像華邦店 我們這地方 在利多頻傳 大家說 記憶體在漲價 MSCI 列入成分股之後 大量空投吞噬出來 大戶已經開始 反手賣超 我們這地方 空軍也起飛囉 那今天各位投資朋友 也看到 現在大盤指數翻紅 漲47點 華邦店現在還中錯了 這個4%以上的幅度 對不對 也下來了 那這個空軍已經起飛了 自己就不要跑去亂空 我們再跌下去 也是準備獲利回補 快速累積獲利 那再來注意的 昨天已經跟他預告過 特別注意矽晶圓的部分 最近報紙都在寫說 什麼矽晶圓牛氣沖天 有些公司跟客戶簽了長約 這時候卻注意到很多股票 融資這時候大幅度增加 股價有沒有上去 沒有 那誰在賣 原來大戶已經反手開始出貨 這樣的股票都要密切留意 矽晶圓的部分 最近融資大增之後 很多大戶都在反手賣超 密切留意 這地方可能接下來 也要開始這個回跌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提醒大家 其實我看到好多股票 為什麼憲榮老師這裡 要建議大家放空 看我節目看久的都知道 憲榮老師真的很不喜歡放空 對不對 做多能夠賺到大錢 為什麼不賺呢 為什麼要放空呢 憲榮老師會放空 一定是已經看到 這個階段 真正有爆發力的公司 有爆發力的公司 有競爭力的公司 股價都已經不再低檔 很難再買得下手了 怎麼賺得到錢呢 對不對 很多都已經碰空過頭了 這時候都可能 這個再追風險已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這個階段 我看到大盤 真的有風險出現 所以憲榮老師 平常不隨便亂空 但是兩年前 大盤10014高點的時候 我說風險一直一定要有 開始建立空單 小心大盤會跌到10年線 現在真的 10年線真的來了 對不對 後來跌到7600 那這一波大盤 已經從7600 沒有憲榮老師全力翻多之後 連漲21個月 月K線爆量 烏雲噪頂 融資這個月11月大增 那這代表什麼 要去想一想 會不會又來一次 我不預設立場 但是要提防這個風險 所以我們空軍召集令 兩年前我們空在10014高點 兩年後空軍再度起飛 認同我們操作理念的 歡迎大家加入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好好把握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